欧洲理事会2号提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担任欧洲中央银行行长 若该提名得到支持 拉加德将于今年11月正式接替德拉吉出任欧洲央行第四任行长 有消息称由拉加德出任欧洲央行行长是法国总统马克龙的提议 该提议最终得到欧洲理事会认可 很大程度上被视作德法两国妥协的结果 因为欧洲理事会同时提名现任德国国防部长冯德莱恩出任下届欧盟委员会主席 不少专家认为拉加德是欧洲央行行长的合适人选 特别是8年IMF总裁的任职经历给他加分不少 尤其在这期间IMF与欧洲央行欧盟委员会组成三驾马车 联合救助了希腊等在欧债危机中遭遇严重困境的欧元区成员 在欧盟机构五大关键领导职位中 欧洲央行行长一职专业色彩最浓 先前均由技术型官员出任 前三任行长荷兰人德伊森贝赫 法国人特里谢和意大利人德拉吉 均有坚实的经济专业背景和丰富的经济金融从业经验 且无一例外地由本国央行行长转任欧洲央行行长 相比之下拉加德稍显另类 他律师出身2005年步入法国政坛 未曾在央行任职 但是也有观点认为 拉加德有能力平衡货币联盟中不同的国家利益和观点 同时他在政界也有足够的分量 能够应对政治攻击 维护欧洲央行的独立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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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轅 订阅 订阅